哈喽 听我的嗓子好哑吧 昨天一觉醒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 嗓子就发炎了 所以这两天我给大家做不了 我自己口播的视频 我就给大家从镜子里面扒几套 我认为还不错的训练 今天我们做的这是一个入门版的 我刚才做了一遍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早上空腹兰指用 因为上一次我给大家做过一次 练胳膊的视频 然后很多人就问我 这个镜子到底好不好用 放在家里会不会沾地儿 你们跟着练一下 看一下感觉 OK 开始 第一动作开始 上手冰龙向外去测点地 向外打开 脚尖向外 让着爽脚冰龙 学会动作 让爽手可以交叉 在前一组你可以选择没有跳跃的方式 在后一组可以让脚适当地离开地面 身体的重心向左 我们会变换到下一个动作 OK 提膝向上 手臂向上去抬紧 同时你膝盖尽量地抬高 像展翅膀的手蝇一样 提起你的膝盖 你可以将你的小腿发力 体肿向上 很好 膝盖去向上提 手在身体的两侧 先学会动作 在下一转的时候 我们可以遲当地加一些跳跃的动作 提起膝盖的同时 让你手向外 将近这个动作 打开都可以做到 接下来呢 会有出拳提膝上 出拳的时候提起你的膝盖 注意这个动作没有留住从脚 向上 你像翘翘虎一样 你的脚尖是有弹簧的 身体的重心逐渐地向上 在冲前的同时 让膝盖去上上调 所有动作 非常的有规律 我们用五分钟的时间 还用刚效的燃指 三二一 ok 下一个动作 有点难度 提起你的手 同时呢 让你膝盖向上 握拳 手臂向前 开 看动作 息人上提 同时 以色手在前 以色手在身体的旁边 从你的腰间 从你的 熊腿软 向外去做打开 像一个L的形状 最后一次 ok 第二步选择漂亮了 双手先交叉 上次去点地 重心 向外 开始 go 你可以选择双脚并龙 身体开始发生一些弹簧的动作 20秒钟的时间 嘿 把手在伸直一面 双脚并龙 让我们前脚掌 去积架一面 前脚掌去踩地 ok 下一个动作 提膝 向上抬起 选择 跳跃去完成 三 一 重心向上 保持肩膀向下沉 膝盖向上抬高 双脚尽量的冰龙在一起 表分太开 同样 我们会有八分秒钟的时间 现在只剩下十秒了 手臂有向外打开吗 三秒钟的时间 ok 休息十秒钟 接下来我们会来到出拳 同时提膝的动作 选择跳跃 或者选择 向上 很好 你可以选择提起脚尖 或者选择出拳有力 让脚去离开对面 手放下你的 手下巴了两次 三秒钟的时间 再来一次 ok 接下来最难的动作了 提起膝盖 同时让手一向上 你可以做一下这个动作 向前去冲拳 由得胸前 向前 一侧手在肩 一侧手在肩膀的旁侧 我只需要你的手臂更有力 然后让身体跳起来 非常好 想要再坚持一下 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最后一次停住 ok 收回 跳着呼吸 恭喜大家完成了 每人一歌 停歌有行